Hello,同学们,大家好,欢迎回到Easy Education,我是黄老师,今天要让你们轻松学国语哦,而今天的课确实很轻松,你们会学到的就是Kata Gandhi Namatunjo,KGNT,你知道它有分成两种吗,第一种是UMUM,第二种是Dumba,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懂的话,也没有关系,因为当你看到这个,你看,UMUM就有分, 分成INI和ITU,到这里应该很明白了吧,在地方的话,你会有学到的是Sini,Situ和Sana,好,我们先来看第一组就是Kata Gandhi Namatunjo,UMUM,第一个你学到的就有INI这个,比如说INI LA,BALUANGSAYA,这就是我的机会啦,第二个有的是ITU,那个,比如说, 那个女的是谁,来快点用望远镜看一看 好,另外一组就是,Kata Gandhi Namatunjo,Dumba,指地方的有三个,第一个,Sini,这里,比如说, 请把三名字放在这里,第二个,Situ是那里,虽然指的是那里,但你还看得见哦,比如说, 我的家就在那里,你还看得到的,那第三个,Sana,那里,是远得看不见的,比如说, 美琳很喜欢在Aion购物,因为那里的东西又多又便宜,那通常从你的家直接是看不到Aion,所以要用Sana那里 好,同学们,这个单元确实太简单了,我直接出五道题,一定要全对哦 第一题呢, 好,Jenny一家人都很喜欢到金马龙高原去,因为什么的天气很冷,Dingin就是冷啊,Sidrok的意思, 同学们重点字就是D,D就是指地方嘛,所以是这里还是那里呢,太容易了,那里的天气,而且金马龙高原很远, 好,你答对了吗,Sana,第二题,Saus upper,Di dak sedap langsung kata osas, 好,Osas说,那么这个酱非常靠近他,他说这个酱一点都不好吃,所以又很简单, Ini很靠近他的这个,第三题,好,Adam, 所以妈妈在对着Adam喊,他说不要在那里玩,好,有一点距离,但是还看到他不要在那里玩,现在就给我进屋里, 所以那里还看得到,你答案是不是,Siddu呢? 第四题,Aya,不能pergi keperjabat,Ada urusanpenting di,apur, 爸爸必须要到办公室去一趟,因为在那里有很重要的任务, 好,同样的,在家里无法直接看到办公室, 所以那里就是远的看不见的就是Sana, 最后一题啦,同学们,Mimi membeli air di gerai abur, Mimi呢,买水,就在什么摊子, 好,你看那个摊子在那边有一点远, 所以我要说的是,他在那个摊子买水, 所以你答案是不是,Idu, 好,希望这五题你都答对了, 好,同学们,送你一句话, 口说好话,心想好意,身行好事, 记得嘴巴要讲好话,心里想的也要想好的, 最后呢,做的事情也要做好的, 好吧,同学们,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, 其余的我们下期再见吧!